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比以前更加重要的话题 在这个复杂世界里,正义和诚信 我们会探讨瑞安侯德Wine Holiday那本竞正的书正确的事 立即做《不公世界中的正义》 这本书是他斯多葛美德系列的第三部分 里面有不少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学习 瑞安侯德那本书其实就是叫我们要抱着正义 这样是过一个道德生活的基本必要 这个不仅是一个高尚的选择,是必须的 它用历史和现代的例子去展示正义、勇气、智慧和智律 如何紧密相关,而正义就是所有美德的基石 我们看看生活中体现正义的关键人物 马可奥里略Marcus Reyes的沉思录到今天还激励很多人 他将正义摆在首位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以他的同情心和诚实革命了医疗行业 当然,还有弗雷德里黑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 他不停为费奴和平等奋斗 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经常见到不诚实和道德妥协的例子 侯德提醒我们,坚持原则不是选择,而是必须的 当我们将生活建立在正义上 不仅是可以找到个人满足感 还可以为社会改善做出贡献 记住,过正义的生活需要勇气、智慧和智律 无论在私人互动还是专业努力 这些时刻都会考验我们的诚信 而斯多葛学派和侯德书中的那些光辉人物 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导明星 那,我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呢? 这里有几点启示 1.体现善良 在每一个行动中 让善良成为你的指导原则 2.实践诚实 在所有交往中保持诚实 不论多微小 3.承诺诚信 做出同你的道德价值观一致的决定 遵从这些原则 你不仅是可以提升自己 还可以激励身边的人 记住 往往是那些细小但一致的正义和诚信行为 最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括来说 我们要致力于令正义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不是关于豪壮的姿态 而是关于我们每日做出的决定 通过立即做正确的事 我们可以创造超越我们直接接触范围的积极变革波动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在这条片中找到价值 请按赞 订阅 并分享给其他可能受益的人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你如何计划将正义融合入你的日常生活 一起来激励一个更加公正和有得的世界 下次见 保重和保持灵感 他们在评论就有一个与别的 这条片子 我们在评论里面